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大家好 我是陈淑婉 今天要关注有关于七国峰会 在英国所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 星期天结束之后发表的一份公报里面 多处提到了涉华事务 特别是也对于涉台 涉港 涉疆等事务 做了一个碰触 那么这件事情到了14号 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发言人对此指出 这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违反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和严重不满 怎么观情势直发展 为您介绍今天的评论员是邱振海先生 欢迎邱振海先生 你好 我们看这一次的七国集团峰会 感觉非常之有针对性 究竟是如何来做评判这次的峰会情况 这七国集团峰会应该说是 西方世界一个大整合 那么像美国的媒体 他们有一些狂热般的欢呼 说这可能是1989年以后 当时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最强硬的 最积极的一次 是不是属失令到别论 但是这是他们的一种研判 那么这个大概有几个背景 一个是特朗普下去了 现在拜登上来 拜登上来之后 而且最近几年中美关系 越来越呈现地缘战略格局 是吧 两墙争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美国他不愿意放弃 或者美国故意地把中国 视为他的一个主要的对手 其实中国还是一路既往地 按照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走 那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看法 就相当不同 而这个呢 说实在来的是 过去是跨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如果说特朗普时代 他是以他的这种特殊的风格 来进行叫板 那么到了拜登上台之后 我们发现 其实拜登本质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特朗普过去是现象 先是特朗普主义了 对吧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相当程度 其实在拜登和特朗普身上 只是风格的不同 做派的不同 在对华的本质上 不但没有改变 而且对华更加精准 那么恰好呢 拜登和特朗普相比呢 他有一个相当的不同 就是特朗普是不太受 西方盟友的欢迎的 而拜登呢 他是比较受西方盟友的欢迎 所以这次既是拜登第一次 和他的盟友们的会面 同时也是第一次利用盟友 来拉帮结派 这也是拜登的第一次出访 从1月20号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出访 那么所以去了以后呢 那么这次的 而且这次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家的 首脑峰会有一个特点 过去呢 这个G7呢 因为G7一会儿是G7 一会儿是G8 对吧 一会儿是七国 一会儿八国 八国就是俄罗斯嘛 后来俄罗斯被他们踢走了 所以基本上还是恢复到原来的 七大工业国家首脑状态 那么这个七大工业国家 就七国峰会的 过去在 你看啊 在五年十年之前 基本上已经示威了 基本上已经是 已经是走下抛路了 当时主要是20国年就峰会 因为在2008年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当时是中美两国中流砥柱 利款黄澜 当时有人说是G2 只要中美握手 全世界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相信 我们也不倾向于那么 把中美关系说得那么好 但当时确实是 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所谓的G2的时代 那么当时这个 二十国领袖峰会里面 基本上全部都吸纳了 原来的八国或者七国峰会 因为这个七国峰会 是七大工业国家 还是将近五十年之前 1973年 1974年成立的一个 所谓的当时西方的富国俱乐部 所以这个在十年之前 就是七国峰会已经是示威了 而二十国领袖峰会 把西国吸纳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这几年 这个七国峰会又开始 就像一个东边的毒蛇一样 又开始醒过来 这醒过来它不是偶然的 既有客观因素 更有被勾的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就中美在分家 中美在脱钩 在分家 过去的G2的时代 或者二十国领袖峰会时代 中美只要一握手 就能把全世界搞定 这幅场景好像已经很久 很久没看到了 相反呢 这是一个客观场景 主观的就是背后 美国在推广阻拦 美国在推广阻拦 如果说过去特朗普时代 推广阻拦还推他不动 因为那个七个国家里面的 六个国家 包括欧盟都不太喜欢美 他们喜欢美国 但不喜欢美国的特朗普 现在拜登回来了 好像很多的天使地理人和 都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1月20号之后 拜登团队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跟他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都没有展开 对不对 按理说这是中美之间 最容易展开的一个 最容易展开的一个环节 都没有展开 相反他跟欧洲啊 跟日本啊 跟他的盟友啊 之间做了很多的融合 好 这就是基本的背景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这次呢 这个是令大家非常关注 那么这次出台了什么东西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将近24个小时过去了 有虚的 有实的 虚的方面呢 这个七国峰会呢 发表了一个Joint Statement 就是一个共同的声明 这共同声明明说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无非是对中国的一些 核心国家利益 这个指三道士啊 这个香港啊 这个新疆啊 台湾啊等等问题 然后要求中国遵守人权啊等等 这个是我称之为是虚的部分 这是我们之前都可以猜到的 当然关键问题 这个虚的里面呢 也有实的部分 那就是美欧之间的 具体的相同点和分歧 这个因为在这个峰会期间 其实前天啊 今天是礼拜天是吧 礼拜一 前天在礼拜六 包括昨天礼拜天上午的时候 其实我们收到消息说 其实默克尔啊 马克龙啊 对此是有点疑异的 有点疑异的 你比如默克尔一直说 这个今天和未来的世界 是少不了中国的 因为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 在全球的公共治理啊 尤其在全球现在 因为他们要结束这个pandemic 结束这个全球大流行 全球大流行 在全球的公共卫生秩序上 是离不开中国的 这话说的完全正确 马克龙也表示 北约也好 欧盟也好 西方这个其他工业国家 不应该成为一个反华的一个联盟 反华的一个 它叫一个 一个anti-China group meeting 不要让人感到 这个反华的一个 几个小团体 在举行的会议 这个是说过的 在这个现场 但是问题是到最后呢 德国法国还是签了 对不对 就是你 你这个嘴上说 是一回事 然后你 你笔下 签不签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签了 那就 那就表明你是 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 也许德国法国会认为 我们 我们有一大大的苦衷等等 那么这次呢 这个东道组 这个英国呢 也把 韩国啦 澳大利亚啦 印度也请去做观察员 韩国就没有 韩国是表示反对的 当然韩国它作为观察员 它也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在这里面签 如果要韩国签的话 韩国一定是表示反对的 所以这是一个虚的部分 就是有这么一个共同声明 但这个共同声明呢 除了七国集团的共同声明员 还有几份其他的声明 一个呢 是美国白宫后来有份声明 另外呢 是这个 就是英国首相 那个 约翰逊有份声明 那个七国集团的声明里面呢 大概 很长的这个文章里面 提到中国提到四次 而且语气都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在英国方面发 因为它是东道主嘛 东道主完了以后 它也有个交代嘛 哎呀 我办得很好啊等等 这个东道主发的声明里面呢 自自为提中国 这里面就很有把握的 很有去揣摩的空间了 那我的揣摩啊 我的揣摩啊 我的分析就是 东道主英国呢 也不强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它 它挨不过美国的大腿 对不对 这个 掰不过美国的大腿 那只能是顺从美国 连德国的法国的都只能顺从美国 但在另外 另外非常弱的问题上呢 它作为东道主呢 它要发表一个 它的一个看法 似乎要给人感觉 其实 那个东西呢 是我心不甘情不愿的 这个呢 才是我的本来的立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白宫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白宫发表声明 当然它的语气啊 措辞啊 老实说可能比 七国峰会的那个声明 更加强烈 因为七国峰会的声明是 白宫裹挟的其他国家 一起搞出来 内部是有分歧 最后还是逼不得已搞出来 但是白宫它单独发 那就更加强硬了 但白宫单独发 更加强硬里面 有个小的细节 在谈新疆问题的时候 最近不是美国呢 带着西方一些国家 说什么新疆在种族灭绝了 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嘛 对不对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即便在西方国家内部 也是有争议的 但是这次在白宫的声明当中 所谓的这个种族灭绝 这个词没有提 那没有提到底是无心 还是有心 那我们就不去所评判了 我反而只是举出 这么一个事实 如果是无心 那就是无心 如果是有心 那说明白宫有所考虑 至少不愿意在这问题上 走得太远 这是第一个 我称之为虚的部分 实的部分是什么呢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 也是在美国倡导底下 推出了一个西方七大工业国家 加上这个欧盟 因为日本也在里面 加上欧盟 推出一个叫 这个援助全球千发达国家的 一个基础设施计划 目标很明确 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这个目标很明确 因为去之前 这个拜登就说了 我们也搞一个 叫Gree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就是绿色基础设施的一个动议 因为中国搞了一个一带一路 也是动议 那我们也搞一个动议 后来在这个会上 也是正式通过了 还成立了一个Task Force 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 这个动议后来 有了一个正式学名 叫B3W 就是三个B加上一个W 就是它的一个缩写 就是一个大写的B 然后阿拉伯处是三 然后大写的W 三个B是什么呢 就是Build Back Better 然后For World For the World 就是因为Build Back Better 这三个B是老拜 在美国国内 他为了振兴美国国内的经济 外交 他提出了三个B的战略 就是一个是Build 我要重建了 第二是Back 我要返回了 要返回以前的美国主流 要重返 第二呢是Better Build Back Better Build Back Better 然后他现在把这个三个B 就拿过来 在这个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在这个全球 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问题上 他说Build Back Better for the World 所以就简称就是B3W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这缩写 就知道了B3W 那这个里面呢 好 那我们就看了 最后呢 老实说德国 法国啦 加拿大啦 包括英国啦 包括意大利这些国家 可能也有说心不甘情不愿 但最后也同意了 同意组成这个特别工作小组 组成特别工作小组的时候 那话后两边说了 一方面刚才我说默克尔 马克龙在说 哎呀 我们还是需要中国 不要跟中国对抗 但最后这个 这个共同声明还是签了 这边像呢 默克尔也说了一句话 这中国媒体没有报道 这个 或者很少有报道 西方媒体特意地把这个拿出来 所以我说记者们 他都是各取所需 挑他国内的名创 也看了东西来看 这个西方媒体报道了 一个马克龙的东西 说是 那个默克尔说了一句话 是 现在包括在人家千发大国家 非洲国家 有很多这个infrastructure 很多那个基建设施的 这个修建的需求和空间 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中国人 意思是我们要接过来 但是同时呢 他又说 哎呀 这个东西呢 最好不要让人家以为是反华 然后马克龙马上介绍 是是是 我们无论是这个共同生命也好 还是这个 这个这个共同的纪念设施也好 最好不要让人家感到 这是在反华的一个阵营 那话就这么说了 但是做是这么做了 那这里面呢 既显示着他们内部的分歧 或者至少是德法啦 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啦 有心不甘情不愿的身份 但是最后我们不是看吗 就像我们以前说 说成员要听起言 还有观起行 当然同时我们观起行 我们也要听起言 但是言重要还是行重要呢 那显然是行 行更重要了 对不对 这言是表示一种态度 表示一种无奈 言才是表示一种具体的过程 虽然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好 那下面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 抗衡中国一带一路 这个具体的项目 多大规模 什么时候启动 融资多少 有谁主导 各国到底怎么展开 现在不知道 现在就是Tax Force 这个特别工作小组 要展开工作 那你马克龙也好 默克尔也好 你表示 不要搞成反华的了 等等 但关键问题 这个特别工作小组 你们也是参加的嘛 当然未来在细节 专业层面上 我们可以去观察 他这个特别工作小组 如何成立 如何展开工作 那么今天 此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 是6点半了 这个布鲁塞尔时间 应该还是上午 11点半的时候 应该这个拜登 已经在布鲁塞尔 和欧盟北约领导人 展开峰会 那么这个欧盟 北约和美国展开峰会 老实说 就是七国领袖峰会 继续实现 继续贯彻 那边确立一个组的立场 这边来做具体的展开 话里话说 这里是战略会议 这边是工作流程会议 那么包括这个 所谓的这个基建项目 等等 还有包括军事 怎么对抗 都将在这次工作流程会议上完成 所以这是今明两天 我们要观察 当然后天我们要观察 拜登跟普京怎么结面的事 是 也稍做休息 就蒙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一定还要再向下看 休息后回来呢 只是要谈谈 那么未来世界格局会如何呢 休息后回来继续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上一节呢 我们谈到了七国峰会的观察 那么大家不禁思考 这七个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元首 这么一会 在虚实之间 未来世界的格局 又如何牵动它的变化呢 继续和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这里来请议 是 接续会如何 您甚至刚才也提到了 接续还有北约峰会呢 这个星期呢 主要是答应和说看看热闹 然后这个热闹背后呢 是门道 对啊 因为现在是 主要是我们看看流程啊 看看他们怎么有分歧啊 怎么有共识啊 然后呢这个今明两天 主要是美欧 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峰会 然后后天那是重头戏 俄罗斯要出场 那俄罗斯本来不是 跟中国站在一起嘛 对不对 而且最近俄罗斯 无论是两个总统之间 还是底下的外交部长之间 还有唇枪舌舰剑 那我也就说了 那既然要 既然两个人这么不开心 那别建了嘛 那既然要建呢 至少之前的峰会 峰围主要搞好的嘛 所以这里面埋了很多坑 所以埋了很多局在这里 那么所以下面的世界 根据怎么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 刚才这个西方媒体 不是说是这个32年以来 这个最恶劣的关系 这个当然是西方媒体的评价 但是我们就看最近十年 最近十年情况来看 集团腿现在基本上 大家没人说了 下次可能还会开集团腿 但是如果开的话 恐怕大家也 因为这里面最主要 就是中美两个国家 对不对 中美两个国家闹不合的话 肯定集团队就很难开 而且这个事 说实在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在特朗普的头两年 还在开呀 对吧 到后两年贸易战起来以后 才不行 然后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一方面是接了疫情 疫情还是一个客观原因 最主要是主观 他不愿意跟中国谈 其实他是捡起了 特朗普主义的内核 或者特朗普主义的内核 准确的说 本来就是跨越民主共和两党 甚至跨越美欧之间 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多 做派这个风格上的分歧 但是本质是完全一样 好 那么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本质大概就两方面 一个是这个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崛起 这个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当然其中尤其是美国 裹挟了欧洲 也裹挟了日本 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 欧盟一起来抗衡中国 那么就把中国作为一个 地缘政治的一个主要的对手 另一方面呢 那说之在的 也是双方在很多的价值观方面 现在是这个完全是谈不拢 但是我认为国家实力 可能还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下面一步 这个未来的世界 还会不会倒退到原来的时光 就像我们说的返回昨日世界 以前奥地利有个作家 叫Stefan Zweig 茨维格写过一本 在一战之前写过一本 昨日世界 一战之前来临的时候 我们居然可以去 跟老师恶作剧 老师被恶作剧了以后 老师愤怒我们哈哈大笑 然后后来等战争爆发的时候 回过了一想 当时的世界是如何美好 现在的世界同样 还回得去回不去 这个有人说回不去了 有人说还能回得去 我认为既回不去也回得去 所谓的既回不去呢 就是你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 这个恐怕是很难免 因为你想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 中国当时一很弱 二是中国跟美欧日 在一起抗衡 当时一个共同的第一个苏联 这也随着30年前 冷战的结束都已经翻过去 过去30年是什么呢 过去30年是冷战刚结束 然后中国需要西方 西方也需要中国 中国也没有强盗 能够挑战西方 西方也从来没有认为 中国会挑战它 而且当时西方的 所谓的自由民主等等 还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所以当时哈佛大学的日益的 日益的美籍的政治学家 福山还提出了历史终结论 意思就是时光 哲学意义上时光还会往下走 但历史就没有了 西方民主自由是最后一个solution 最后一个对人类的解决方案 但没想到后来 20年前出现了恐怖主义 对不对 反恐911纪念 然后后来又出现了 中国的崛起 地缘战略崛起 最主要的是 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 出现了全球化和科技革命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 它是真正触动人类的 各种利益的板块 发生撬动的主要原因 包括恐怖主义 产生也是如此 它就是一个地缘政治 就是一个经济秩序的失衡 然后过渡到文明秩序的失衡 那当然首先问题是在西方 西方没有抛弃它的 这个西方傲慢 在文明秩序上的傲慢 但是首先是 经济秩序的失衡 那经济秩序什么 失衡的呢 那主要地盘地壳的深处 总有一块东西在敲动 所以我们去看 过去三五百年人历史 凡是有科技革命的时代 这个世纪 一般都是人类大进步 也是大破坏的世纪 一般它的传导期 有那么二三十年 你看英国的工业革命 1860年到187 1760年到1780年产生 然后英国的 整个的城市化 工业化的进程 在1820年左右 全球化在1820年左右 就有敞开 1820年到1840年代 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年代 1848年 三十岁的马克思 和二十多岁的恩格斯 写出了共产党宣言 就那时候产生了 因为有矛盾 所以才会产生工人运动 才会产生社会主义运动 所以后来到了一百年前 列宁就写了战争与革命 就是对内有革命 对外有战争 这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再展开 现在虽然是历史又走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又遇到了 这一轮的科技革命录日中天 人类基本上就那么几场科技革命 一个是机械化 250年之前 第二个是电器化 150年之前 第三个70年前的自动化 第四个就现在的 叫这个信息产业化 或者叫数字化 那么简单的说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机械化 250年前是彻底改变世界 同时假如说我们跳过中间的 什么电子化 什么自动化 还加上什么信息化 其实现在就我们叫 Digital Revolution 就是那个数字化 下一轮科技革命 我估计大概就在20年左右 最晚不超过20年 就是生物产业的革命 Biological Revolution 就是大的格局 就是三个格局 所以我们现在 只此个正处于 Digital Revolution 就是那个数字化革命 不知道是不是进入尾声了 肯定没有进入尾声 但是估计还有10到15年 因为人类的大数据 半导体产业 还有现在的人工智能 至少未来还有10到15年的发展空间 然后后面的这个Biological Revolution 就是那个生物产业的革命 真在虎视眈眈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东西 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它作为一个革命 有没有开始推动人类的进步 摧毁人类的东西 这个是我说的 对地壳的整个板块的撬动 这才是最主要的 好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过去40年 累积起来的所有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其实它在20年之前 已经产生了这个恐怖主义 然后在过去10年 中国更加快速地发展 过程当中意识形态跟他们不同 然后占了利益 这个我们无意挑战 但是西方 再加上西方本身 它自己也在衰败 它自己慢慢慢慢地往下走 西方的衰败 它肯定不是一个自由落体式的下 它是慢慢慢慢 因为它就 它这个体式就解决不了问题 对吧 就是白猫 黑猫 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好猫 这个你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好体制 尤其再加上去年2020这个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是一个什么呢 英文说是一个trigger 它是把人类所有的矛盾都提发起来 让人看到中国这个体制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至少在当下 你西方体制再好 也解决了很多问题 当然后一步是科技创新的问题 我这样讲只是想 把一个更大的框架给大家铺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国际政治的格局 它是属于这么大的一个格局当中 国际政治 它从来不是国际政治 学者们单独可以考 因为它不会割裂的 人类有矛盾 人类有矛盾 才会对内产生革命 对外产生战争 对不对 然后里面有科学家 有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政治家去研究这些东西 只不过到最后战争 无论是冷战 还是热战 还是凉战 最后产生的新的格局 才是国际政治学家们 去研究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好 那么现在西方人很热通谈 新冷战 我是觉得我们要慎重谈新冷战 因为不要去跌入到西方 现在我们都说好中国的故事 要破西方人的这个局 你说新冷战 我就跟着你说新冷战 新冷战 你的一二三四 用你的师生主义来描绘一下 我认为现在远不到新冷战的时候 远不到新冷战的时候 但是呢 所以从这一张说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回得去 肯定是当年那个时代 是回不去了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回不去 此时刻我们是在这个历史的 一个节骨眼上 就是往后一看 人类有了很大的进步 也记载了很多的矛盾 对不对 包括恐怖主义 包括地缘战略格局 包括西方世界 本身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都是这个矛盾 然后往后一看 或者往前一看 后面还有 生物产业革命在等着我们 生物产业革命 才是关心人类自身的 我们的延年益寿 不说长生白了 长生不老 就是延年益寿 就是靠这个生物产业革命来解决的 对不对 它一定会触动人类更大的进步 催生更大的矛盾 它一定会是这样 所以此时刻 假如说你说是新人战 那就跌入到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中去了 好 这我就不再展开了 那未来到底是中俄对美俄 其实这是我认为是一个 对美欧 我认为 如果这个是西方 现在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 就是美欧 包括日 加 澳 我们是一个整体 现在还加上印 印度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谓的西方民主阵营等等 还有中国和俄罗斯 伊朗等等的是另外一个 这是西方设的一个局 我们要破这个局 破这个局是什么呢 其实理论上 从整个的地缘战略格局也好 从过去的全球化的形势也好 其实现在就是 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体制 才能够最好地解决问题 这是第一个 所以其实此刻是 大家一个体制之争 我估计体制之争 还会持续个几年 但同时在国际政治上 尽可能的我认为 还是用中国人引起来的办法 中庸之道 破悉尼 就你想跟我两强对裂 因为西方人 他就是非黑即白 就是实证主义 他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中国就是中庸之道 破悉尼 给你破一破 然后在黑白之间 还有很多灰色 灰还有深灰 还有浅灰 我就不拉你说 是黑和白 因为黑白一赖 就变成黑白对决了 就对立了 至少 所以这个 即便退一万步说 西方一定说是性能战 性能战最后有两种格局 对不对 一种是变成热战 那就糟糕了 一种是变成良战 那就量下来 良战这个词是我 我杜撰了 其实理论少说 它变成良战 那么最后我想说 如果我是反对 中俄为一方 美欧为另一方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过去40年 其实还是跟美国和欧洲 大家一起在 当然那个时候的时空环境 有所不同 我们不可以完全是讨论 但是未来呢 到底是中美 未来的世界格局啊 我估计未来是 三到40年的世界格局 就是四大框架 就是四足鼎立的局面 中美 俄 欧 四个 四个 不顶力呢 到底是正方形的 还是长方形的 我认为一定是长方形的 不是正方形 因为正方形就意味着 四个端的力量是一样的 它互相实力是一样的 它一定是长方形 而不是正方形 这里面就有许多战略推演 沙盘推演的空间 所以这可能是 国际战略学者们 未来要去解决的问题 但是其实人类还面临着 更加深刻的问题 就是它的底层逻辑 我们如果认清底层逻辑 上面的沙盘推演 以及我们未来的策略 如何走 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相信之后也还有机会 再做深入分析 谢谢邱振海先生 带来的新闻今日谈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也敬祝大家端午安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